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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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大众对Maker的印象是那群头发蓬乱 然后衣着不修蝙蝠 然后家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工具 喜欢创造各种各样的似乎很有意思 但是没有什么用的小装具的这些人 然后我们就需要不同的灵魂考问自己 到底谁是Maker 谁不是Maker 如果我们只是面向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理事长 因为你知道在很多语境里面 Maker 和Geek和Nerd 其实是非常相关性的所有 再往下演出就是一群比较非主流的人群 然后我就在想到底什么才算Maker 然后Maker 是这群不修蝙蝠的 喜欢使用各种各样工具的创造的人 这段话在我心目中间过了很多遍 直到我把它组合了一下 喜欢创作的 喜欢使用工具的 创造并使用工具的人 这个词我好像很熟在那儿学过 然后我自己写 这不就是历史书上面说 当时人类跟动物分化出来的时候 人类的这基本特点 创造并使用工具 那似乎每个人就是Maker 然后后来又仔细想一下 这个似乎其实有道理 当年我们还是听猴子在树上Jaguar的时候 那个最先发生基因突变 跑到地上去捣过那个石头的人 肯定会被猴群里面的其他猴子 用同样的眼光看待 就是那个随随随随随的小孩 这个天天不好好学习爬树和Jaguar的 跑到地上拿那个石头捣过来捣过去 肯定很非主流 我就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肯定会有些夸张 其实 人人都曾经是个创客 至少人人都曾经是个创客 当你看一个小孩 刚刚学会爬 学会去用他的舌头 用他的手就触碰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和创客的定义是非常非常 贴定的 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被训练成一个消费者 你观察小朋友刚刚开始会动会玩具的时候 他对乐高的兴趣和对其他这种拿到手里面 在一生不变的这个玩具的时候 你会发现 也许人人都曾经是个创客 确实不是一个夸张的表述 大家会玩模型 会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会自己用纸板打成报 会用这个矿命视频 给自己做一个cosplay的合金背包 所有小朋友都似乎沉浸于其中 我其实 一直不认为我自己是个创客 我曾经一直没有意识到我是个创客 因为我原来是学物理的 所以我更多的是拒绝做科学science 后来我仔细地想一想 其实我应该算是个创客 而且这个创客对我来说意义非常深远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创客故事 我原来一直学物理的 更多的是做理论和计算 但是我有的那段时间 其实似乎非常严格意义上符合创客的定义 因为那段时间我可能做学术做的比较受挫 代码老师出错算出我想要的结果 我这写文章总是各种憋不出来足够的字数 正常上受挫的时候总想找个方法逃避一下 然后那个年代应该是200几年的时候 这个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展 如果是放到现在我可能就去刷一刷抖音或者刷刷臂弹 那个时候我很幸运我们的公寓的地下游和公共的工作间 当时在德国 里面有各种各种各样的木工的车床洗床 包床然后沙伦机 线水机还有金属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仪表仪表的这个车床洗床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我因为阴差M2的原因 开始躲进那个地下室 去玩这个航母飞机 因为我是做流水地学 所以跟航母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某种关系 我现在想想看那段时间 就是在深夜在德国很漫长的很潮湿的冬天 在晚上躲进那个地下室 在那个昏黄的灯光下 听着那个很老式的这个收音机里面播放的老歌 然后一个人去琢磨飞机的那个那段时间 可能是我在那段就上学的时间里面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以至于由现在每次想到这个时光的时候 我脸上都无法意识的充满笑了 然后每天晚上都在那儿研究 怎么把一家文迹剧做的性能更好 把一个航母飞得更远更快 怎么让一个这个青木的蒙皮 这个蒙上去更光滑 怎么让一个这个结构键变得 既有空气动力学的性能 又有这个结构的强度 后面可能跟这段唱课的经历有关 也可能因为别的原因 最后我去了一家这个初创的文迹公司 然后因为我其实没有受过 任何正式的工程学的教育 我没有学过信息设计 我也没有做过进攻试习 但是我去了一家工程公司的时候 我发现我非常无缝的 就融入了那个工作环境 我后来回想起来 其实那段在地下室里 坐飞机的那个创课的经历 是我这辈子受到过的最好的 工程的训练 可能比在学校里面考试 或者拿证书更好的训练 因为那段时间 我是如此的沉浸于其中 这个如此的心无旁骛的 学习各种 需要把飞机能够成功的飞起来 或者飞得好 所有的技术也好 这个能力也好 背景支持也好 或者软件也好 可能那个时候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功力 你不是想去考试 或者不是想去做个证书 甚至不是想为了挣钱 所以反而你那个时候 你的状态更像是个海绵 你很尽情地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 这个非常系统地把你学到的所有东西 不论是在学校里面学的 还是要往上学的 都会贯通 就会变成一个作品 当然这个作品 第一次变形的时候 就在空中断成两段 说一下来 我们要做第二次或第三次才能成功 所以我个人现在回想总结起来 非常的珍惜 或者很崇尚当时那段创课的经历 但是后来我发现 当我工作了之后 我很不幸地把我的这个创课的爱好 变成了工作了 这是毁了一个爱好的最好的方法 我自己也离创课越来越远 然后再观察周围的年轻人 我发现他们其实 就像刚才这个前面几个人家说的这样 其实创课某种程度上 是在一点点收缩的 我后来总结一下为什么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为什么和创课见经见面 其实我发现 虽然所有的小朋友都喜欢 都呆了高 但是可能他们到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 就会放弃这件事 然后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喜欢导致各种这样的事 但是等到他们长大了 成家了之后 他们也离开心理越来越远 然后我后来想一下原因 可能部分原因是 我们长大了之后 正在被这个消费主义社会 慢慢的训练成一个消费者 一个消费者 其实不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去创造一个东西 你需要及时的尽快去购买这个东西 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个虚拟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强大 比如说你去坐一个模型飞机 花一个月时间 然后去把它飞起来 它对你的冲击可能确实不如 我在游戏里面驾驶一架火箭战机 用激光炮去打外星人 来得更有冲击力 这可能确实是一个事实 因为我本质我也玩了一起 然后第二件事呢 就是当我现在经常想去做一件很创课的事的时候 我会犹豫或者我会放弃的原因是 我事后总结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及时反馈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被及时反馈满足了很多次 因为我们的大脑还是十万年前那个大脑 大家还是非常喜欢及时反馈的 不过十万年前及时反馈的事情非常非常少 对吧 或者二十年前在中国及时反馈的事情也非常非常少 你想穿一件新衣服 你才要等到过年的时候 这个才给你买件新衣服 但是现在在这个物质非常丰富的消费主义社会 和这个虚拟的电子社会 即日反馈是一件出手可得的事 你打一个怪你必须是一集 你想买个东西 京东第二天你可以送到家 或者你想看一个剧是吧 这个抖音上编辑达人在五分钟之内 看过所有的剧情等待 和看到所有的这个高潮点 然后还有最后一问题 可能对中国的大家影响再大一点 就是创客本身是一件非常需要实际上空间的事 你先想看当时我之所以能去做一个创客 是因为我楼下有一个恰好有个公共的空间 可能有100平间各种这样的设备 然后那个时候我读博 然后我的老师不是那么的push 比如说我其实可以有很多我自己的时间 所以我才可以在晚上躲到这个工作室里面 做我自己的东西 如果现在也许我没有那个行间 或者我没有那个时间的时候 节奏这么快的时候 确实没有办法做这件事 但是是不是这意味着创客就真的要离我越来越远呢 我仔细思考完这个事我觉得并不是 因为就像我开始说的 我们人人生来都是那个创客 我们人人都是那个从树上跳下来 不去摘果拿去捣布那个石头 拿那石头去挖快进那个猴子的后代 所以就是我发现 其实在现在时候 在高阶段的现代社会 每个人对自己作品那份归属感 其实从来没有原因 还是我说的 一个小朋友当他拿了很多玩具 和他自己拼起来那个玩具的时候 他对那个拼起来的玩具的归属感 和他买来的现成那个玩具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许现在春节的时候 大家不会再像20年前那样 一家人在一块花很长时间去做一个丰盛的这个晚餐 但是如果你的家人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去饭店里吃一份大餐的时候 你妈妈最自豪的可能不是这个餐桌上面 最贵的只龙虾 而是他带过来的 他亲手制作的那个小吃或者那根泡菜 其实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你可能最珍惜的还是你自己去合成 那个独一五二那个装备 而不是这个从商店里面直接买到那个装备 对不对 所以说在我们的基因深处 我们对创作一件东西 对自己倾入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热爱 自己的时间去创造一件东西的 这个最本能的依恋感 似乎并不会一往远去 这就带来了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 虚拟世界如此的强大 我们不会去对抗它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工具 来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 连接起来 目前大家能看到了 连接这个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 似乎最接近的那个工具 是3D2D 虚拟世界对创客本身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推动 第一个是 它把创意的传播效率 提升的非常非常多 我想一下我上初中的时候 似乎很知名于做这种爆炸工具 然后那个时候我想去做一个爆炸工具 我唯一的教材就是我能够提前把 初二初三的化学书看一眼 仔细研究化学书里面 所有跟产生很多能量和能量的 瞬间爆发相关的事情结合在一块 但如果你现在还想做一个火箭 或者还想做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其实比1997年这个年代的时候 要好很多 你可以看到做到最好的民用火箭的人 他们怎么去做合成它的推定计 怎么样去交出它的那个要素 怎么样做这个把这个火箭伸到包裆 怎么样释放出这样的这个 几个彩刻释放出来 这个和我们在这个上个世纪去做 同样的事情的难度完全不一样 第二个呢 就是数字化让很多技能 或者很多知识的传播变得更有效 比如当年在我们最早年完行的时候 我们只能看到别人的图形或者图子 来做一个事 但是现在你可以把一份数字的图形传给 你会发现你跨过那个学习的门槛的难度 变得跟过去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而如果有三纪打印把这些东西 更好的从虚拟世界投射到现实世界的时候 你会发现创客们这个如虎添翼 其实2012、2013年的时候 三纪打印概念刚刚开始走进现实的时候 全世界最兴奋的人一定是一群创客 对吧 因为我们终于有一种简单的 这个不依赖工厂的 不依赖一个巨大的studio的 我在我的桌面上就可以放上一个设备 让我把虚拟世界的或者我脑中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对我们的创意 给注入到现实世界 因为我们的肉身还是在现实世界 我们永远都感受不了对这个现实世界的基盘 我们对三纪打印的定义 对我们自己的定义 是辅助创作的最佳的配角 我们一直不觉得三纪打印是一个主角 三纪打印是一个让有创意的人 挥散自己创意的工具 所以我们的slogan是 unleash your creativity 就是说释放你的创造力 你的创造力本来就在哪 你的创造力只是因为种种的约束 种种的限制 或者种种的外壳把它包住了 把它屏蔽住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 让你把你本来就有了 在你拼落高的时候就有了 或者在你经常上课的时候 做白日梦的时候想到的创意 也变到这个伪式里面来 过去你要把这些事情变成现实世界中的物品 或者现实世界中的作品 你会有各种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设备会很难对 然后你需要很多的空间 然后很多工艺也会污染环境 这个非常有些东西会带来安全 比如说各种巨床啊 小床啊会带来安全的一款 复杂的实体物品的制作 其实是创造最大的文坛之一 coding也很难 但是你让coding上去是比较容易 你连带起来很快 我做错了代码 我编译不过 我很快也可以回过出来做一次 但是在物理实验里做的东西 如果你花了一月时间 发现它不好用 你要回头重新来一遍 你的成本很高 很多人其实在这个环境被劝退了 而我们想做的就是用三级打印 让这个从虚拟世界 和从这个创意到物理世界 这个过程变得更简单 三级打印不解决所有的创意 当大家觉得三级打印可以解决所有的创意 可以取代制造业的时候 它要不就是逃到快军 要不是他骗你 我们深刻的意识到三级打印不解决所有的创意 但是三级打印可以很好的解决部分 让你对物理世界的操作变得更简单 拓读的打印机受到过的最大的称赞 我们最开心的一个称赞 是你如果想要三级打印机 是那样非常好的产品 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就是过去有非常多的炮件 有非常多的工具 或者甚至有非常多开展的图纸 你可以自己装在三级打印机 但如果你不是那么对三级打印机感兴趣 而只是想把三级打印作为你的工具 做三级打印的话 这个拓读可能是现在这个社区里面 口碑最好的 被这个各种样子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老鸟去教导这个新人去选择的一个原因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三级打印 你只想要三级打印 那你买在拓读就好 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的一个一个称赞 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可以让更多的创客 可以专注自己的创作 因为不是所有的创客 可能都喜欢机械或者喜欢三级打印机 但是他可以更专注自己的创作 他可能更希望做一个手办 他可能更希望做一个模型 他可能更希望给他做的电子设备 做一个外壳 我们希望让他能够更专注于自己的创作 而且自己的创作条件 这其实就是拓读在接下来很长时间里想要做的一件事 说一下我们对未来三级打印的这个梦想是什么 我们希望创作的门槛 就是所有人创作的门槛 在模型里面可以降低 就是我不需要买很多很多的装备 我不需要很大的工作室 我也可以去创作这个物理实验里面的作品 因为三级打印可以分享这个模型 分享切片完全是招的特点 它可以让这个分享的门槛也遍低 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 我想全世界都用着它 其实你不仅需要你的创作 也需要你的设定 还需要你分享出来 最终就是有部分有些人希望通过这个创作和分享过程 得到自己的成长 有部分人希望自己有一个small business 有些人希望自己的爱好能够成为给自己谋生的一个工具 就像刚才好几个演讲人都说过的 三级打印 我们希望通过三级打印和它配套的一系列的平台也好 软件也好 能让这件事情形成一个更加轻松的闭环 我举个例子 比如过去你特别喜欢做玩具 你老的美非常天马行动的 非常棒的玩具的创业 如果你想让这个玩具 全世界的爱好者所看到 所享受到 其实这个门槛非常非常高 如果你很幸运 我是一家玩具公司的设计师 你可能是所有这些创业工的签逼 你终于有机会让你的创业被所有人享受到 你会经历你要收复你的上级 收复你的老板 要立项 要开模 要做宣发 要物流 然后要经过所有的研究渠道 最后这个创业到达用户手里面的时候 可能已经很久很久之后的事 然后这个创业可能会很成功 可能会有一万个消费者 或者一百万个消费者都过满 来产生的一例的营收 提供最核心创业的人 可能会拿到最一例的营收里面的天分兵 然后我们希望三亿打印 从制作原型发布这个创业 到最终被消费的消费过程 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低成本 然后创作者的供应 因此被得到极大的提升 因为原来很多人加入不了这个循环 现在很多人可以加入这个循环 比如我发现有很有意思的三亿模型创作社区 就是在巴西的 大家知道巴西因为地域的原因 和关税负账的原因 巴西其实模仿世界经济的 入门的很少 主要是采矿和农业 实际上电子创业相关的人 他们很难加入这个世界的分工 但是三亿打印象 他们可以加入一个很多 他们有自己的很不错的 模型分享网站 然后有订阅服务 然后他们中间 我想肯定有很多 在巴西的有创意的设计师 因此找到了一份 他们热爱的 他们擅长的 就像上一个演讲说的 他们热爱的 他们擅长的 这个世界需要的 他们的一次可以模胜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三亿打印 最棒的一个愿景吧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大家经常问三亿打印 能做一下 最后给大家发了几张图 三亿打印 2023年三亿打印 和2022 2019年三亿打印很不一样 他比做很多 过去我们想象不到的 高质量的 高进步的 和这个色彩丰富的产品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专业